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阳青更是借分手官宣 同时爆出了罗志祥很多酬量 给南方的事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另外 被指和罗志祥有不正当关系的蝴蝶姐姐简凯乐 之后也发微博向周阳青道歉 相当于承认了第三者的身份 不仅要让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事业受损 更是被爆出过往情史 曾遭这外劈腿 深受情商打击 在周阳青曝光了简凯乐和罗志祥有不正当关系 二人一时被推上风口浪尖 简凯乐之前的情感历史 更是被人扒了出来 据台媒报道 新闻节目《新闻哇哇哇》的名嘴林宏伟 分享了他所了解到的有关简凯乐的情史 从林透露出的情况来看 简凯乐的情感历程也是十分坎坷 据悉 简凯乐曾被旧外劈腿 对方是一个有点名气的模特 样貌身材都很不错 曾经更是有踏足过演艺圈 因为对方长相不错和爱玩的性格 顺便自然少不了桃花 胡迪姐姐因此也特别没有安全感 经常会一个小时打二三十个电话 最终二人已分手告终 林宏伟在讲述过往这段情史之后 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简凯乐正是因为经历过 被其他人插足的感情 既然前男友都这样玩 他也要跟着这样做 据悉 简凯乐曾经还和身家约120亿人民币的 香港英皇集团CEO杨寿成的儿子杨正龙有过恋情 因为南方工作繁忙 简凯乐不时会飞到香港陪伴他 而杨正龙又是事业型男 身边自然讨话无数 本就没有安全感的简凯乐也是变得越发黏人 南方最后无法接受他的黏人 便提出了分手 去年 突然爆出杨正龙的香港网红女友黄思飞怀孕的消息 连然将在今年举行婚礼 另外2013年的时候 凯乐还曾和台湾著名金肉男肯交往 媒体拍到数次二人共同回家的画面 在交往五年的时间中 纷纷和和数次最后还是因性格不合分手 结合周杨新日前的爆料指出 凯乐在有男友的情况下 还插足自己与罗志祥的恋情 看样子蝴蝶姐姐与肯分手 原因也并非官宣般那样简单 还曾有台湾网民爆料 钱凯乐和奶油小生 邱好奇关系也不简单 连曾同友肯定 而邱好奇本人也公开表示十分欣赏蝴蝶姐姐 原本遭受过情伤的蝴蝶姐姐 应该更懂得珍惜感情 不料却当起了插足别人感情的第三者 受到大众的声讨 娱乐圈的水比较深 为了在娱乐圈站稳脚跟 很多明星都成了墙边草 谁火就往谁那里靠 最近因为罗志祥和周杨新分手 一系列丑闻被拽出来 其中最火的就是多人运动 很多明星更是看热闹不嫌事大 为了蹭热度还爆出来一个又一个萌料 作为多人运动中心的罗志祥 很快爆出了18位运动员的名单 让人吃惊的是 周杨新的闺蜜凯凯竟然也在其中 长期处于混乱关系中 可她并没有把事实告诉好朋友周杨新 网友们也纷纷质疑 这究竟是真的闺蜜吗 都说兔子不是窝边草 而其中有一位女生 就是罗志祥的窝边草 她就是罗志祥的化妆师 同时还有旗下一人胡迪姐姐 这样一个高颜值美丽动人的女生 沉添在身边 罗志祥把她发展到活动里面并不意外 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女生 是欧帝的前女友Makiel 当年欧帝服兵役 把她托付给了罗志祥 没有想到的是 罗志祥竟然逞序而入 连人还产生了恋爱关系 人走茶凉 欧帝服完兵役回来 才发现已经是物是人非 这18位女性中 大众眼熟的比较少 还有很多都是名不经传的女生 她们有的是明星 有的是设计师 有的是网红 不同行业的都有所设计 但是相信 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身材好 或者脸蛋比较漂亮 看到她们一起开party的合影 罗志祥坐优那么多高质量美女 看到她享受的表情 简直是到达了人生巅峰啊 而现在 凯乐想翻身 有点悬了 就从被周阳京点名 插足朱阳恋之后 凯乐的形象一夜破产 前途更是堪忧 先是代言四年的 那一品牌不再续约 接着去年签约的护肤品牌 宣布终止合作关系 林业撤坏代言人 暂时原定于五月官宣的 放廊代言也被临时叫停 就连主持了九年的 娱乐百分百 也遭到网友抵制 蜡姐更瞎打探道 凯乐曾向罗志祥求救 希望罗志祥能保住 他在娱乐百分百的饭碗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 罗志祥为了自保 已经暗中筹谋 细节保住的计划 眼下品牌商纷纷切割 主持多年的节目不保 运动伙伴也把他当炮灰 换言之 凯乐是人才两空 前途近回 翻身无望了 2020年是凯乐出道的 第16个连套 邀想16年前 在读大学的凯乐 因恋武不慎弄伤脊柱 只好休学养伤 休学期间 凯乐偶然看到儿童台 招聘主持人 于是抱着睡意式的心态 报名参加 凭借可爱的形象 招牌的娃娃英 扎实的舞蹈功底 凯乐从600多名竞争者中 脱颖而出 成功加入了昆虫家族 成为了一名儿童台主持人 意味着不能和负面新闻专编 不能出入分月场所 不能抽烟 不能骂脏话 就连综艺节目也少上为好 总而言之 个人发展和生活 一下子被狂死了 凯乐看似柔弱不能自理 实则是个野心勃勃 不甘现状的人 他认为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远不止于此 况且 眼球着自己快要奔丧了 却还在舞台上卖门装可爱 只不定哪天会被后浪 扑在沙滩上 思量再三 案子决定转型的凯乐 一人决然接受了娱乐百分百的邀请 成为了节目的代班主持人 有了娱乐百分百的试水 凯乐开始辗转于各大综艺 忙得热火朝天 然而就在这时候 家长们可不乐意了 家长投诉的理由很简单 他们认为凯乐身为儿童台主持人 却在综艺上开玩笑 会有带歪小朋友之嫌 经过这次投诉事件 凯乐所幸出走儿童台 继而签约罗志祥的经纪公司 创造了娱乐 其实早在签约创造了娱乐之前 凯乐已经和经纪人商量好 一起辞职走人 事实上 凯乐是经纪人一手捧红的 当年儿童台内部主持人众多 竞争激烈 难免存在争抢资源的现象 于是幸而 经纪人劳心劳力 按前马后 给凯乐安排上综艺拍戏 才得以打开知名度 自从 凯乐给经纪人道出了转型的念头后 经纪人双手攒成 跟预想两人结伴而行 勇闯演艺圈 当时凯乐快要约满儿童台 所以他让经纪人先行 辞职走人 他合约到期 两人即可回合 不料就在经纪人翘手一判 两人要大展拳脚之际 凯乐竟背叛了他 转而投靠 承诺给他出唱片的罗志祥 凯乐加入创造力娱乐之初 正是公司刚起步的时候 而他也是除罗志祥以外 唯一的签约艺人 别看罗志祥脚而郎当 对感情不专 扎出天际 但是在立盆和宠立凯乐这件事上 他是百分之百认真的 大手笔送凯乐去夏威夷拍写真 身为老板的罗志祥 不仅全程盯上 还特意挤出时间 出席签书会 凯乐出唱片 罗志祥无条件出演MV 但第一时间入手500张专辑 真情实感的应援 凯乐上日 罗志祥甚至开包箱为他情深 每年送上名牌包包 只为博家人一下 多年下来 罗志祥送的包包 已经摆满了 半面墙壁 自从有了罗志祥的宠爱于力棚 凯乐顺利摘掉 蝴蝶姐姐儿童主持的标签 成功转型为性感唱跳女歌手 前景一片看好 事业犹如坐上喷射的火计 快速向前推进的同时 凯乐和罗志祥的绯闻 也正热烈上演着 纵使凯乐一遍又一遍 重复说着同样的话 一再否认恋情 可实际上 他们的关系 已然不是老板员工那般单纯了 在罗志祥看来 凯乐和其他女人并无太大区别 他们都是是 招质习来挥之急去的 运动伙伴罢了 然而对凯乐而言 他对罗志祥的感情倒是复杂得多 凯乐甘当小三 跟罗志祥私混在一起 一是为了事业发展 二是罗志祥条件不差 他的确幻想着上位的一天 可惜罗志祥除了正派女友周杨青 身边还有无数阴阴阴阴围绕着 再加上他本人又是情长浪子 所以注定凯乐只是梦一场 凯乐不愿失去罗志祥的宠爱 也不甘心错过了姻缘 因此他只能一边好生伺候着罗志祥 另一边却穿梭于不同的男人之间 事到如今 无论凯乐是想借罗志祥上位也好 还是动了真情也罢 反正罗志祥是铁了心 要与他撇清关系 保全自己 总之 凯乐经营多年的事业和人设 终究是毁于一旦 再难翻身了 想来这或许是当小三 应得的报应与下场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